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 放下负担 拥抱清爽心境的秘诀 一天的烦恼在闭眼时消失 心灵如何做到了舒缓呢 今天我们来谈谈 睡前的一种宝贵的情感 原谅 无论是一天经历了多少泼泽 多少的思路和误解 睡前都让我们学会了原谅 闭上眼睛 体会宁静的夜晚 忘记身体的疲惫 只留下宁静 每晚让我们的心中原谅 所有的人和事 接受一切今天发生的错误和误解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不要感受到悲伤 生活充满了水雨而安的瞬间 一生中难免会遇到不顺的事情 也会遇见不顺心的人 我们要勇敢的面对 不逃避 因为逃避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疲惫 观察生活 你会发现那些自信 充实幸福的人 更容易原谅别人 他们不计较生活的冲突 因为原谅是一种丰富 一种操练 即是互相理解的润滑油 原谅让我们的心里有了一把闪 挡住了伤害 留下了温情 一生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纷争 有人以为只要不原谅对方 对方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但真正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宽容和原谅 在醒来的时候 忘记一切不愉快 让自己拥有新的一天 学会原谅 不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垃圾桶 把坏情绪和伤害都收藏在内心的深处 不要让他们成为一条毒蛇 试图侵蚀我们的灵魂 一切的放下 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平静 不受他人的言语的干扰 能够做出自己有益的决定 保持积极的生活的态度 不做负能量的出发点 放下所有不好的东西 减少负能量的积累 不让他们在爆发时 对自己和别人造成伤害 保持清醒 不要丧失理智 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后悔莫及的事情 真正做到不伤害自己 也不伤害别人 生命是宝贵的 让我们懂得原谅 让心灵更加的宁静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 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 分享 让我们一起起程吧